趙姨對老伴一見鍾情 不嫌棄對方是二婚 結婚後趙姨和老伴 都想著要一個孩子 沒成想又遇到了一個坎 懷上了 坐了 不要 一對夫妻一個孩 這不後來九二生育不也沒了嗎 沒了 我歲數大了 太失敗了 做人 我這不就失敗了 到這樣了 出去一個人 回來還是一個人 我跟你說 就是到老的時候 伴也沒了的時候 實在實在太傷心了 一個人的生活實在太難熬 趙姨幾乎是每天都以淚熄滅 身邊一個人都沒有的日子 趙姨是真的過不下去了 找伴 不找別的 誰他再好 啥別的我都不管了 我演員一看 對證了我就看 不對證了 對不起 還挺乾脆的 你不怕上了面啊 上啥面啊 憋默默欺欣 像個娘們 整個老頭像個娘們似的一天 依自個給自個以前 跟老頭過日子打百分之百 打滿分我都 趙姨性格乾脆直接 給自己的方方面面打滿分的她 在找老伴這方面 會有著怎樣的要求呢 他得有保障啊 農替人他也得有保障 房子啥的呢 房子他得有助力是嗎 就是圖給人排個半 老哥說話 有個斷茶到死的就行 從趙姨家出來啊 我們就直奔李叔家來了 李叔也住在長春 和趙姨家離得不遠 只不過啊他倆這樓層 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啊 趙姨家住一樓 而李叔家住在頂層七樓 李少信71歲三偶 約收入1000人 現居住地長春市朝陽區 租房住 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行 那我們就進去啊 你是腰疼是不是啊 行 咱們進來吧 進趙姨家有個故意約束 換心啊 不是 套人血套 熟叫李少信 你自己介紹吧 叫啥名 我叫趙姨村 感覺你沒有眼眼啊 趙姨有眼眼 我不要說你怎麼長得怎麼好 我就要求咋的你 咱們兩個落科吧 能落到一起 我感覺好像沒有 戀眼的戀眼的戀眼的戀眼 他沒眼眼 我也沒眼眼 太老實話了 當面就給了個下不來牌 兩人剛一見面 趙姨就說沒眼圓 而且姨這性格確實夠直接啊 話一出口就引來了李叔的不滿 那趙姨為啥會對李叔沒眼圓呢 姨為啥名女人的感覺 戀太小戀太小戀太小 馬爺 戀太小 武家老頭戀大 對 給武家老頭拿來給他看看 萬一剛落地 趙姨起身就去拿相冊 看來姨是非得給李叔看看照片不可了 你看這是武家老頭 這時候原來給我們借 上哪兒去看這個啊上哪兒看 這外來看出的啥呀 那你這不抬槓呢 照一陣行為 讓李叔覺得臉上有點掛不住了 這時李叔突然說出一句話 你家個兒再大不也沒了嗎 不也沒了嗎 你姐好都不叫我伴沒了 現在咋是 現在就是咱們幾個人 這兩小伙 個兒大了 這個兒大了給你寫沒了 你一米六十幾 一米六十幾 一米六九 你跟他這樣折了一下 我一米六十三 我也不抬呀 叔也不抬呀 我哥兒想不想 我也沒說你哥兒想 從李叔進門到現在 倆人這火腰味是越來越重 照一難道他一開始 就沒相中再立說 我現在想法 對於他沒有演員這一方面 那你覺得對他人感覺咋樣嗎 還挺好的 還挺好的 挺穩當的 是不是 那你為啥跟他那麼鬧坑 實話實鬧 不會相處 我說趙姨啊 我們也看出來了 你確實不會和男生相處 既然趙姨還想和李叔 繼續了解下去 等會兒兩個人 在唠嗑交流的時候 咱可不能再說話這麼衝 我喜歡趙姨 跟她說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